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董事长你好 香港时间是晚上好 还有北京 还有亚洲的朋友先给你们问声好 现在还是新年期间 还是说新年快乐 我想今天我们几个问题来讨论一下 首先就是比较令人震惊的就是川普 川普两天前跟乔治亚州的这个州务卿 负责这一次总统大选的这个选务的这个主要操盘者 进行了将近62分钟的谈话 那当然这段谈话在美国政坛引起很大的讨论 也很大震惊 也引起所谓的这个设计所谓司法的问题 那现在乔治亚州今天 有进行一项联邦参议员的这个重新选举 那到底谁会出现共和党能不能够保住参议院的多数党 那民主党能不能够挑战成功 我想是攸关下一任美国总统的施政 那参众两院现在众议院掌握在民主党手中 那参议院目前呢 看看乔治亚州这两席怎么样 如果任何一席只要能够共和党拿下的话 共和党就会继续保持这个在参议院的这个优势 继续掌握参议院那对拜登下一届总统的这个施政 未来四年施政可能有很大的影响 那当然如果民主党能够一举拿下两席 加上这个副总统贺锦丽 是参议长的这个首席人选的话 那整个等于民主党的也是一把抓 这个不管总统到参众两院 全部在这个民主党的控制之下 当然这个拜登 川普呢两天前跟周欣的这项谈话 现在乔治亚州的这个区域检察官已经收到投诉 认为川普跟周欣的这项谈话呢 可能涉及到所谓的这个操控 选举舞弊 那目前检察官已经接受这个投诉 可能会进行调查 董事长那个你怎么样看待这个川普啊 好像用尽一切所有的力量 是试图在推翻这次的选举结果 他已经并不是在影响选情 已经想要推翻选举结果 那这个总统大选从11月3号落幕到现在已经超过两个月 那美国总统大选还是没有办法这个尘埃若定 川普还是拒不承认失败啊 这个可不可以先分析一下这个川普 为什么要打这个电话呢 为什么他 他是不是一直相信自己就是总统当局人 这个从11月3号投票到现在啊 其实已经成来落定了 那么很多美国人都讲选举已经结束了 但川普不承认选举已经结束啊 他认为他选举这个他的压倒性的胜率 这个成果被偷走啊 所以他这个不但自己啊 用一切的方法那么企图翻案 那么他也对于这个国会啊 包括参议院共和党的这个党团 他说这个投降这个军团啊 用大陆的话讲这个叫做投降主义 而且他是在所有法律手段穷尽之后 仍然不放弃 而且他透过政治操作方法啊 就是他要逼这个丘吉尔的国务卿啊 州务卿啊 那么去找出啊 一万一千七百八十张选 他的选票啊 出来让他翻案啊 那么当然丘吉尔如果翻案 那就让国会 国会啊 他这个认证选取结果就可以有翻案的理由啊 所以他这个是遥相呼应 也就是他要为国会的翻案啊 先制造一个进权的事实 就是某一个关键州啊 让他输得很少的州啊 现在翻转过来啦 所以这个选举 这个结果呢不能够接受 就这一周选举结果不能够接受 另外还有几周有怀疑的 可以怀疑的也不能接受啊 这个是副总统彭斯作为 这个参议院领袖 他的最大的权限 就是不接受 这些州的这个选票的认证啊 那么当然这个川普当然是 目前如果所有的州都很确切的 没有这个跟张的可能的话啊 或者没有被怀疑的空间的话 那么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认证就 没办法有一个根据啊 说他可以啊或者必须啊去否定啊 不能够承认这一周的选举的结果啊 所以他一定要制造一个这个突破口 这突破当然他现在抓到是乔治亚州了啊 但乔治亚州务卿 非常清楚的讲是我们州的选务 选票是没有问题的啊 总统先生你可能是 这个社交媒体看了太多了 搞不清楚状况被误导啊 那么这个当然也反映了川普 他的一个个性啊 他的性格就是说一定要赢 绝不认输啊 万一没有赢 面临输的危险的时候 他呢要负责手段啊 甚至死不要脸一定要这个赢回来啊 这就是川普的这个性格 那么过去他的这个无论在商场上或政治上 他都把这个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啊 那么其实他这个做法呢 可以说是没有希望啊 1月6号他这个寄希望于啊 彭斯副总统去这个为他创造一个新的可能性 那么同时发动群众运动 要他的这个支持者到华府来示威游行 很多啊人已经来了啊 包括各种右翼的这个啊 啊所谓反法西斯啦 或者是这个啊比较激进的组织都到华府来了啊 这华府的这个啊 啊市长也动员了340个啊国民兵啊 啊来这个希望啊万一出状况的话可以维持秩序 但是呢我们必须注意到十位信任的国防部长 有民主党的有共和党的联名啊 啊在华盛顿有报发表一个声明 动员军队来干预选举啊 那么现在甚至这个担心他啊颁布什么戒严令之类的 因为确实有人主张要颁布戒严令啊 至少在这几个州颁布戒严令逼迫他们重新选举 那么所以现在就是说川普不择手段到 连谢正的国防部长都有所担忧而必须有所表态 那么这个来讲就是说不但是创造了美国的这个 政治上的一个选举上啊或者民主政治上面一个最坏的先例啊 也就是根本就是否定选举的这个公正性或者选举的这个清洁度啊 干净程度啊完全被他否认 而这个就是对美国的这个国家形象 而美国的民主体制啊 以至美国的玄武是构成非常大的一个形象上的一个损害 我记得美国的以前的这个国务卿叫鲍威尔啊 他在2016年所讲过一句话 他说这个川普啊是美国的国家耻辱啊 他他本身就是小布希时代的任命的这个国务卿啊 所以他也是原来这个立场上应该是比较是共和党 他居然讲这样的话 就是他对川普这个人的人品啊 一个彻底的否定啊 那么他这个说法目前啊已经验证啊 验证他说法是没有夸张的啊 那么川普为了这个翻案 他已经不择手段 不许去损害美国的国家形象 去啊污蔑学务机构 而且是动物园他的政治利益 去施压啊 在州的州务卿要他们去改变啊 改变啊原来已经公布的选举的票数啊 那么这个就是啊 按照美美国这个乔治亚州的法律啊 这涉及到可能就是啊 啊涉嫌选举舞弊 或教授啊教授别人啊 去做选举舞弊的事情啊 对这个乔治亚州极可能对他提出这个 啊这个调查啊将来被检控被起诉的机会是蛮大 对这个川普固执行到这种迫路 美国的体制啊无论是联邦体制啊 或者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司法上的这个独立性啊 这是可以说是勉强啊 到目前为止 勉强通过考验啊 这个面对川普的狂风暴力侵袭啊 还挺得住啊 到目前为止啊 最后一关当然就1月6号 6号美国的这个国会啊不大可能是不接受选举结果啊 因为除了这个众议院是民主党控制以外 参议院从共和党的这个多数党领袖啊 他都要这个他的同僚啊 就是共和党参议员以及民主党参议员 不要去这个否定选举结果啊 所以共和党本身也分裂了 所以要通过啊 什么这个这个选举啊 就是要舞弊一重一选举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只是这个过场啊 这个过场会有些波折了啊 这波折很可能就是说 参议院众议院都有人啊 质疑 然后呢回去 大家啊各辩论不少一两个小时之后 表决啊表决 当然结果还是一样 就是这个 无法推翻各州已经确认的选举结果啊 所以川普这个过程啊 过程应该来讲是 胡闹一场啊 最后是无所得的 这个这一次从川普从11月3号到现在为止啊 他也让美国民众跟其实其他世界各国人都了解 到底美国选举之后到底怎么样的情形啊 从11月3号之后啊 川普拒布承认失败 他本来也讲过只要 选举员团会议啊 只要做出这次的确认这次的选举结果 他愿意这个之所进退啊 当然川普也没有这样做 那现在选举员团也甚至连跑票都没有跑票 2016年还有7张跑票 那这一次选举根本没有人跑票 每个选举员团全部50州 除了州长确认这个选举这个开票结果之外呢 选举员团也确定了306对232张 拜登拿下超过270张门槛的这个306张当选总统 那当然这个选举员团结果过去之后 川普还是不承认 现在又把战场拉到1月6号 但是我看到最近啊 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身边的律师啊 全部大概都不见了啊 不晓得去哪里 包括朱利亚尼 大家最熟悉 当然因为前一阵子可能感染新冠病毒 又有很大的影响啊 问题是你现在前两天的这通电话 现在美国的媒体都认为川普有所谓的 叫说选举舞弊 或者是要求州入侵更改开票的结果 这是已经是涉及违反了这个乔治亚州的法律 那现在州检察官也准备要调查 未来面临起诉的可能很大 那像一般法界的人都认为啊 这个州违反州的这个法律的问题啊 可能不在总统的特色范围之内 在权限之内 所以呢 未来川普也不可能因为违反州的法律的特色 我不晓得怎么来下场 或是让川普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法律的这个纠葛啊 不过董事长你来看啊 我们一般来讲实在是没办法去反映川普这个人 到底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一般人如果说选举人团做出这样的结果 他之前也讲了这些话 一般人都会自所进退就就承认败选 但是他还是不愿意承认 他一而再再而三的 一直在挑战司法 挑战美国的民主制度 挑战美国的大选 到底是什么样的支撑力量 让川普愿意去这样做这个事情 尤其明天1月6号 参中两院 要来决认选举人团的这个开票结果 现在目前为止 董事长你刚才也提到了 这个可能众议院 那当然没有话讲 但在参议院 现在共和党自己人都面临到内讧的问题 包括霍利跟克鲁兹这种重量级的参议员 当然组了12个人 愿意来挑战这次选举人团的结果 但是有包括更多的 像麦卡纳尔 科顿 甚至这个弗里达 也共和党里面重要的鲁比尔 都反对这样的事情 或者不讲话 这个明天 这个川普让共和党分裂 是他愿意看到的事情吗 或者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 川普愿意做这些事情 是因为那7400万 还是川普个性此然 我们怎么来 试着厘清这个事情 其实美国的民主制度 本身这个没什么问题 那么玄武更是干干净净 没有人刻意无比 什么系统性做票 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 而且这个妇虏皆知 因为各州各州自己办 各州没有去串联 说我们共同来作弊 那么甚至讲到那个投票机器 可能系统性的舞弊 这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这完全是无中生有 那么之所以这样做 当然就是我们刚刚讲到 川普这个人 他是永远不认输 他永远的强者 当然他的政治用意 还是要维持他自己的政治温度 而且他这个要维持他的粉丝 他的支持者 继续挺他支持他 让他能够维持四年 对共和党的操控能力 还有他的这个政治上的影响力 最终目标是2024年东山再起 那么他的盘算非常的清楚 所以他现在可能也知道 最后他没办法翻案 但是他的过程 他一定要所谓抗争到底 抗争到底就是维系 他的人脉粉丝 他的支持热度 不会被这个所谓消减掉 现在的问题是说 支持他这样的这个行动的 人越来越少 那么即使在共和党的这个内部 也是有分量的 多数都不支持 不认同 也不愿意让共和党 被这个 卷入这样的一个 无中生有的风暴 这个漩涡是人造的 漩涡不是自然形成的漩涡 那么怕共和党也受害 你比如说这乔治亚州两席参议员 这选举很可能 就被川普这个 选后没有风度脱累掉 本来还是胜传比较大的 那么现在这两个人也陷入苦战 好像民主党的这个 两位这个参选的民调 都稍微领先 虽然还在误查范围内 那么所以共和党的人也非常担心 这本来就是 这个没有必胜把握的这个选情 最后如果因为川普这样的一个 没风度的表现 而拖累共和党的话 那么对于共和党的选情不利 而这不只是选情不利 对于未来四年美国的这个 政治 有非常大的影响 这共和党必须拿下这两席 中的一席 才能保住这个多数 那如果两席都被民主党拿走 那民主党就是全面执政 总统行政权 参议院和众议院 都掌握在民主党手中 那么这样子 这个全面执政 这个拜登就如骨天意了 那民主党就是 把共和党压着打了 所以这两席的选举 是非常关键性的 那么另外就是说 共和党仍然有人 仍然有人 这个去挺川普 要配合川普的行动 那么最后代表性人物 当然就要参议员克鲁兹 那么克鲁兹是表明了 他要这个提出 这个不能接受 这个各州选举结果的认证 那么他要打一场 这个所谓的胜战 但克鲁兹呢 他在2016年的时候 他也跟川普 一起竞争美国这个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那么后来看情势 对他不利 所以他退出这个选举 所以这个人是志在总统大位 志在总统大位的现在盘算 就是说川普呢 现在还是在掌控了共和党 那么川普得了选票非常多 7400万张选票 而川普未来 那么对于共和党 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力 最重要的 他的政治资产 政治资产 必须去抢夺 能够夺到他的政治资产 那对于未来 争取总统大位 会有很大的帮助 如果川普不进了连任的话 所以这个克鲁兹这样的一个 重量级的参议员 志在总统大位的参议员 那么他就 挺身而出 这个愿意去帮川普 这个去争取 这个对于 选举结果的泛滥 那么这个克鲁兹的盘算 当然是为了 他个人的政治前途 特别是现在美国的 这个总统选举 和参众议员的选举 在初选制 初选 初选里头 那么都是比较立场鲜明 比较热情的 这个选民去投票 那么比如说这个共和党民主党 他们的这个 参选的这个 参加投票的这个 登记的党员 其实比总统 选举投票人数少很多的 所以他们就是比较强烈 立场强烈的 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 会去参与这个初选 所以造成美国的政治的这个 激化 就参议员和众议员 甚至总统候选人 为了争取在初选中的胜利 他必须去迎合 这些立场比较极端的 这些群众 这些选民 所以间接甚至直接的 促进美国政治的极端化 所以我们看 克鲁兹这个政治动作 就是这样的一个政治极化 或争取基本盘 共和党基本盘的一个 重要的政治动作 这个政治动作 当然会进一步激化 美国的政治的分裂 所以这个 究竟是 政治人物极端化 还是政治选民极端化 造成美国政治的对立 越来越严重 那么这个是 鸡身蛋或诞生鸡的问题 互为因果 那么所以这个 我们看到从川普到克鲁兹 他们的政治动作 都是加深美国政治的实力 那么对于美国的民主发展 这是非常不好的一个政治动作 不过这个 随着这个川普挑战 整个选举结果 跟选举司法诉讼 现在统计一下 大概61个case里面 大概只有一个是比较成立 其他将近60个case都不成立 那川普也在 再而三的去挑战 这次选举结果 不承认这次选举结果 美国媒体现在对他非常不客气 那当然川普认为 美国媒体不可信 美国媒体甚至用detector 这种独裁者 这样的一个形容词 来形容川普最近的 所作所为 所以我是 我们当然身处在美国 我们对美国的制度 美国的民主价值 对美国的总统大选 我们一般来讲 就像刚才您提到的 我们对美国的民主制度 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这200多年来运行 总是有他的惯例 跟他的这个成功的地方 也是全世界的 大家所看的一个凯 为什么川普 您觉得为什么川普 总是 是不是因为 他从以前到现在 都认为 只要他想做的事情 他一定可以做到 只要或者说 钱可以解决事情 或者说 只要任何势力 可以做的事情 都可以做到 他都不在乎 这些外面的看法 或者不在乎媒体 他为什么一定要坚持 相信自己就是圣选 他为什么不能够 展现民主风度 接受事实 接受这个大家 所普遍承认的一个事实 我们怎么样去探究这样子 然后难道川普 没有想到 未来他会影响到 美国的政治 他会更激化 美国社会的对立吗 川普他的所作所为 其实都是 把自己摆在第一 他讲美国第一 美国优先 是这个不真实的 他在美国第一 美国优先之前 还加上一个川普第一 川普优先 所以他所有的这个处理事物 都是把个人利益 摆在第一位 你比如说他这个 这个对乌克兰 逼迫乌克兰总统 要去调查川普 拜登和他儿子的 贪腐行为 那么这个当然就是 利用总统的职权 在外交的这个 运作上面 去促进个人的利益 所以这个当然是 个人自私自利的一个表现 比如说他把国防部长开革 那最近是国防部长 对美国国防事务 有表现不佳 或者政策跟他不合 都没有啊 只是因为国防部长 不愿意调派军队 来这个镇压群众 来介入选举 只是这样子 那这样子的话 那当然就是 你个人的利益 摆在第一 然后你去 这个利用总统的职权 去这个 撤换国防部长 那么你的司法部长 也是这样子啊 他只是不认为 有这个系统性的舞弊 并没有可以 令人信服的 一个总统选举结果 不可采信的一个证据 他根据事实 做这样一个立场的陈述 那么你就逼人家辞职啊 那你逼人家辞职 是因为他这个 司法部的这个政策 有问题 还是他领导无能 都不是啊 那么甚至他过去 已经百般的迎合你啊 那么只是因为 在这关键时刻 他不能连最基本的是非啊 都不顾啊 来帮你去进行个人啊 一己之私的目的的达成 只是这样子 你就逼人家辞职啊 那么其他的呢 啊你这个外交的行为 或者他内政的处理啊 这无所不适把他的个人利益 你比如说对于美国参众一 两院啊通过索困案啊 那么发600块啊 美金给合格的人 那你川普就啊 表示你不愿意签啊 这个你说要2000块啊 600块太少 那你这个如果按照共和党的这个传统的立场 来讲的话 根本就是不应该啊 由政府啊举债 来做啊给民众救济的行为 这共和党啊 啊意识形态理念 他的政策都不容许的嘛啊 所以这个你像美国的这个参议院的这个多数长领袖麦康纳 对他来讲 同意给发600块就已经违背他的意识形态了 那你既然600块不过那2000块 那么这个就不是你共和党的政治领袖啊 正常的行为的举措嘛 而是你个人啊 为了取悦民众啊 故意的啊 这种讨好 这一种啊的一个行动嘛 所以这也是他个人基于自私的一个目的所做的这个行为嘛 那么至于这个选举 从头到尾啊 他就是个人选举利益啊 摆第一啊 在选举的过程啊 各种施政作为都配合这个目的 而选举呈现不利益他结果之后 在基于个人的私心 不愿意承认选举结果 反对党反对派啊 被压制了些 在野党 他质疑执政当局做票啊 执政当局这个利用不正手段 来巩固他的权力啊 来这个压制这个在野政治人物或政党 美国恰恰相反啊 这个是总统最高领袖 自己去讲美国选举是有舞弊的 有不可告人的那种 这个系统性的做票 而且不断来用法律政治啊 行政各种手段 那么这个当然是对于美国的这个国家形象造成重创 那么这个而且是违背正常的这个 正常的政治权力的运作形态 正常运作形态应该是在野者之 去质疑执政的 而怎么执政的质疑 质疑这个政府 这是非常不选长的政治举动 可见他是为了个人能够翻盘 或者是个人政治的温度能够继续保温 或者为个人政治未来东山再起 甚至是为了政治资金的累积 而采取这些动作 那么这个都是严重的违背 国家领导人应有的行为的准则 这个美国总统大选到目前为止 热度还在 今天乔治亚州的参议员 正在举行复选 重复选举 那到底是谁能出现 我们从川普到底打这种电话 给州州务卿的影响结果怎么样 可以在今天稍后的选举结果里面 得到一个印证 到底这样的一通电话 非常有敏感性 非常高度政治性的一个电话 到底对这次美国参议院 乔治亚州参议院选举有没有影响 还有另外明天1月6号 国会参众两院进行 进行所谓的辩论跟表决的结果怎么样 如何来见证 印证美国的民主政治 以及来追认选举结果 明天大概也会有 所以这两件事情 我想也是大家高度关注了 我们我想所有观众也都很想要了解一下 今天的乔治亚州的两席联邦参议员选举结果怎么样 还有民间的参众两院如何追认 如何来认证这一次选举的结果 这个我们会继续来关注 那另外我想下个一题想跟您讨论一下 就是美国这个2021年 会计年度的这个国防授权法在去年年底 其实也就一个礼拜多前了 参众两院这个通过加上总统的否决 来来复复终于底定了 那底定里面很重要的一项计划 就是里面美国政府编列了大概太平洋威慑计划 那这个威慑计划也针对中国大陆意图非常明显 就像以前之前的针对苏联 针对全俄罗斯的这种威慑计划是很清楚的 所以美国的战略整个规划 整个战略重点也放到印太来 还有加上这个1月1号 中共这个北京国防部国防法也出台 这是也令人非常关注的一个动作 在所谓的国家主权领土还有分裂上面 加了一个发展利益 也就是说只要威吓到中国的发展利益 或者是分裂 中国可以有动用武力的权利 那这个国防法一般推论 这个习近平已经是中央军会主席 身兼党政军 但是他又把所谓的这个国务院里面 有关于军方军事决策杀权 又把它去除掉 放到所谓军委会的身上来 这个您怎么样看待美国 通过了这个国防授权法里面 加了这个太平洋威慑计划 针对中国大陆 里面也特别强调了台湾跟香港的资源 台湾香港的这个重要性 那国防法这个北京又出台这个国防法 里面特别编列的所谓的发展利益 已经只要攸关中国发展利益的这个危害到中国发展利益的话 中国可能会动用军事行动这样的一个法律 这是两个国家争锋相对 这个就是反映美国跟中国进入这个战略对抗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法律上的一个表现 这法律上的表现呢就是让这个行政部门或者这个是军事决策部门 有更大的权限去这个采取必要的这个保护国家安全 或者是去打击这个敌对势力敌对国家的一个权利 所以美国的国防授权法 那么经过这个国会通过之后 那么非常清楚的表明 现在整个美国的这个国防的政策 是以中部中国为第一这个优先对付的对象 这优先对付的对象就包括 那么授权这个行政部门 那么对于台湾的必要的这个安全的需求 那么特别是武器上的需求应该充分的供应 那么这就是表明他们的遏制 那么中国对于台湾采取无力统一行动的一个 一个宣言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宣告 那么美国如此 中国亿乎如此 那么过去中共的国防法呢 主要是讲这个国家被分裂 有出现分裂危机的时候 那么应该去动员这个部队 来进行保护国家主权的这个行动 那么现在加上一个叫发展利益 那发展利益当然就是比较空泛的说法 但是呢就是把动用国防力量 去保护国家利益的一个情况 出现什么情况应该这样做可以这样做 范围呢大大的拓展 国家利益可以做非常多元的解释 那么只要你对你的发展 国家的发展造成一些障碍 或者干扰 那么都可以动用这个国防力量去排除 那么这个就是给这个发动战争 或者是被迫采取一个自卫性的防卫措施 提供了非常大的一个授权的范围 所以这个对于中共的军方 或者是对于军委 或者对于习近平这个主席来讲 都是取得了几乎是空白的这个授权的支票 几乎取得了空白支票 那么可以在必要的时候 做出进入战争状态的一个决策 所以美国跟中国之间的一种战略对抗 已经这个民文化 民文化在他们的法律当中 这两个法律几乎在同一个时候推出来 当然就是针锋相对的意味非常的浓厚 那么未来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 他们在面对这个战争风险的时候 他们有更大的权限去这个做出战争的决策 那么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的行政部门有更大权限 去做必要的一个保卫这个主权完整 或者是去实现他的所谓国际上的一个承诺 特别是安全承诺的举动 那么都提供了很大的授权的空间 所以这两个法 美国的国防授权码跟中国的国防法 那么同一个时候进入一个实现的阶段 那么代表美中的战略对抗 进入更加的紧张 而且具有实质性 这个具体化的一个阶段 那么对于未来美中关系的发展 是投入了一个新的变数 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一直被北京当局认为是 这个所谓的公敌 或是头号的这个头痛人物 他也是美国政府白宫 现在川普政府之下 所谓的对华鹰派的这个主要代表人物 他这两天接受彭博社的访问的时候 也提到了很多他对美中的看法 那美中因为在蓬佩奥 在川普任内 已经几乎是全面对抗 那这个对抗到底像不像 跟全苏联时代一样的冷战 在美国政学界还有很多的讨论 当然美中全面的对抗 以及现在的紧张关系 这是毋庸置疑的 那蓬佩奥不过提到一点 蓬佩奥认为 美中关系虽然全面对抗 但是还有很多事情 彼此之间的很多所谓的硬问题 大问题没有获得根本的解决 包括美中之间的这个不平等贸易 包括这个中国确取 美国的智慧财产学的事情 包括在朝鲜 这个核武器的问题 到目前都没有获得解决 重视这个川普两次跟金正恩 一次到韩国访问 一次到这个越南 两人相约在越南也都是不欢而散 并没有解决 所以蓬佩奥自己本身也坦承 美中之间的很多问题 没办法获得解决 那这样在这个岁末年初 两国世界首要第一大强国 跟第二大强国之间的这种 如您所讲的这个民文化 法律条文的民文化 赋予大家彼此之间争锋相对 一个是编了预算 来嚇阻中国军事跟武力的决结 另外一个是把所谓的 威胁到中国的这个发展利益 这种领土分裂的问题 把它放在里面 当然这个针对性非常强 您怎么样来看 这个蓬佩奥这番谈话 美中目前的关系 还存在着很多硬问题 如果拜登上来的时候 尤其在这两个法 实施之后 拜登上来的时候 他会怎么样来看待这个中国 他会怎么来处理 美中目前这个深陷 非常紧张的这种关系 美国这个过去这个四年 川普到这个 他的这个主要的阁源 特别是两年多以来 这个蓬佩奥掌握国务院 那么他们对中共的斗争 那么已经让这个两国的关系 变成没有转弯的余地 也就他们的操盘之下 美中的关系 已经不是斗而不破 是斗而已破 这个斗争的最终的结果 就是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裂痕 那么这两个国家 那么已经没有转弯的余地 那么如果川普继续执政的话 那么一定就是继续升高 这个关系的这个 这个死结越结越深了 那么幸亏现在就是说这个川普啊 跟庞贝奥都要这个卷铺盖走路 那让美中关系呢 可以重新回复到 有协商有对抗的一个局面 那庞贝奥讲的那些啊 中美之间的一些争端 他没办法解决啊 是他要负最大责任啊 因为他是这个啊 不但是美国的外交的总舵手 而且呢 在跟中共的互动关系里头 美国是居主动的一方啊 那么美国对于塑造两国关系 有决定性的啊 一个意料 那所以今天美中关系搞到这 这般田地啊 那么庞贝奥是要负最大的责任啊 当然也许他认为搞这种关系 是他本来就是他的目标嘛 那本来就要跟中国这个关系 搞得越快越好 越紧张越好 越好进入战争的边缘啊 不知道啊 但是如果我们纯粹从啊 国际政治的一种啊 啊理想的运作形态来讲的话 关系搞到这种啊 只有对抗没有协商啊 两边是斗儿已破 那么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外交行为啊 啊这个是呃是非常的这个 啊危险啊 也是非常啊 呃不好的一个 啊政治的后果啊 而且蕴藏着重大的危机啊 啊那么所以这个美国现在这一次选举结果 让美中关系有这个啊 松弛啊 或者是转好的一种可能性 而且最重要的不管是松弛还是转好 两个大国一定是保持这个对话的关系 在对抗无法避免的情况之下 那么能够协商啊 啊的事情要尽量能够啊 啊进入对话达成双方共同接受的这个协议 而且这个任何国家啊对于可能到来的战争风险 一定要承担极啊非常重大的一个责任意识啊 啊来避免出现这个情况啊 啊那么川普跟这个嗯 龐贝奥可以说这方面的意识并不强啊 啊他们不惜让两国的关系啊不断的往 啊这个所谓啊战争的边缘推进啊 啊那么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一种行为啊 啊那么当然这个嗯 拜登以及他的内定的团队啊 啊那么对这个都深不以为的 所以未来很可能有一个扭转的机会啊 啊那么而且在拜登他的这个政治性格 就是传统的美国建制派啊 嗯嗯的比较啊绅士的做法啊 在外交行为上面比较绅士的做法啊 所以他会比较运用技巧啊啊 啊来这个对付中国啊 而且即使采取强硬的措施啊 也不会张牙舞爪啊 也不会也会保持一个绅士的一种啊 啊这个这个态势啊 啊所以这个中国跟美国之间 啊将来是啊是保持一种文明斗争的关系啊 相互是基本上是对斗争的关系 但是在手法上面会比较文明 而且呢是会有区隔 该斗争的地方严格的斗争 该协商该合作的地方啊 啊尽量的去协商好好的合作 那么这是啊正常的外交关系 是应该这样处理啊 所以现在这个我们这个 觉得旁边啊啊 他这个下台啊 是对于美中关系转环 创造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空间啊 那么拜登啊这个上台啊 以及他的团队是为两国的关系啊 重新啊这个开始啊 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条件 嗯不过这个最近不少这个智库啊 在帮2020年跟2021年回顾跟展望的时候 我们提到美中关系是 今年2021年的全球十大风险之一啊 所以我想全世界人都非常担心 美中过去一年的发展会影响到今年的发展 那当中也有些学者 美国的很多学者提到了这个台湾 香港跟这个南海 还有包括维吾尔 维吾尔人的是所谓集中营的问题 这四个议题可能会是美中之间 因为有可能会因为少部分的误判 或是失算 导致所谓区域的冲突 那这些情况的话 这些担忧当然是其他有志 也有各有各的这种依据所在 那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当然现在目前走访非洲啊 那他提到了美中关系 现在面临所谓的这个十字路口 这也让我想到我想 董事长你很清楚 美中现在等于几乎所谓对话管道 完全丧失了 美国现在没有大使在中国 那崔天凯现在在华府 根本连国务院的官员都很难见到 那以前欧巴马时代的所谓的 美中之间的战略对话也没有 领导人之间的这种电话热线也切断 国防官员的这些对话 包括跟国防部长双兵 国防防防长的这种会议也都没有 那美中现在是一个最主要是一个缺乏管道 大家现在变得隔空喊话 那王毅提到了在美中关系 现在面临十字路口 希望能够往好的方向来走 那当然您刚才提到了 这个蓬佩奥准备要这个离开了 现在布林肯要接 国家军助理是由蘇利文来接 这都可能是一种新的契机 有时候在面临这个政权交接 以及人事更迭的时候是一种契机 当然现在中共部分王毅 目前看不出来有任何动向 杨洁实也没有任何动向 所以我们很难看出来中美两国之间 在新的一年到底因为拜登上台之后 能不能够掌握一些契机 往好的方式还是 在过去这一年的对抗之下 持续螺旋式的下降 因为在台海问题 在南海问题 在这个香港的问题 施二话 维吾尔人这个不信任人群的问题 就纠葛之下 有没有可能让两国之间的这种困扰 越来越坏 美中之间的这个 关系可以说处在一种结构性的矛盾 所以结构性的矛盾 就是并不是一件事 或一个议题 或者一个一段时间 这个闹矛盾 而是它基本上 的一个态势 两国的所处的战略态势 就是必然是有无法化解的矛盾 这无法化解的矛盾 是无论哪一个政党 哪一个人 当家 那么都不可能去完全的这个化解 那么所以美中的关系 是回不到欧巴马时代 的一个这个 以和谐大于潜在的矛盾 这种形态 那么川普已经把这个矛盾 提升到一个 两国水果不容的一个地步 那么当然是这个 川普个人的这个领导风格 或者他个人的作风 以及他的团队的一个异象 所造成这样的结果 像这些原因都会消失掉 消失掉之后 当然这个两国的这个结构性 矛盾还是存在 那么只是处理这个矛盾的方法 或者是压制中国 或者是去这个对抗中国的 这个扩张的野心 这个手法上面 会有改良嘛 而这个改良的过程当中 我们刚刚一再讲到 讲到了就是说 今天两国之间的这个互动 一定会这个有所改变 不可能像现在剑拔奴障 或者是所有通话管道 全部切除 或者所有关系内涵 只是要斗争 没有协商没有合作 那么这个非常态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个拜登 无论他本人 长期的外交经验 或者是他的国务卿布林肯 以及他的战略 国家安全顾问书里文 那么这些人呢 都是所谓这个国际政治的一个老手 都是非常熟练于这个处理外交事务的人 他不可能像川普或者他的团队那样子 只会拿着棒子就猛打一阵 这个他们一定是采取不同的做法 所以我们可以相信 在美国的新政府执政之后 美中两国的关系的结构性的矛盾 是无法化解 但是呢 互动的形态会有很大的调整 而这样的调整 是比较有建设性的一面 给这个注入到两国的关系形态里头 现在是完全没有建设性的一面 只有斗争性的一面 那么这个情况呢 在1月20号以后就会发生改变 我们希望这个拜登1月20号 其实也不过两个礼拜之后 整个美中之间的关系 被过去是所谓 列为全球十大风险之一 那到底美中关系走向怎么样 中共是不是持续所谓的战狼外交 那美国是不是持续的 这个非常硬对抗的这个中国 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 那我们也提到不少 蓬佩奥也提到了这个刚才之前提到的 在德州的这个联邦参议员克鲁兹 以下来我们就想谈一谈 到底川普 这个这四年下来 对美国的这个政坛 以及对共和党都影响很大 当然他对世界局势的这种挑战 也是大家所能够体会到 那到底未来谁能够接替川普 在共和党里面所谓发光发热 那现在已经其实有很多台面上的人物 大家都在解读 尤其美国媒体高度关注 到底四年之后 共和党是谁能够来挑战民主党 包括现在的这个副总统彭斯 还有包括刚才提到的克鲁兹 还有蓬佩奥 还有之前我们佛罗里达州的这个鲁佩奥 甚至前中院院长Ryan 这几位都是现在大家台面上所能够知道 五位这个共和党里面足够分量能够来挑战 能够来担负 让共和党能够起始为生 四年之后来再战 当然川普有可能四年之后重新再来一次 也不一定 所以很难看 这个您怎么样看待共和党在川普 这四年下来 到底川普影响共和党多 还是共和党这个希望能够包容川普 未来共和党有没有可能分裂 因为川普分裂成为另外一个党 或是共和党能够接纳 把建制派能够接纳川普 大家齐心往前走 然后推出人选 那包括克鲁兹 包括鲁比尔 包括Ryan 包括蓬佩奥跟彭斯 到底谁最能够继承 川普这四年下来 帮共和党打下的这种政治基础 共和党已经高度的川普化 因为川普把他的这个路线 和他的风格带到共和党 深入到共和党的这个血液里头 那么所以共和党已经高度的这个川普化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川普 还能够维系他的政治能量 多久或者多大 那么这是关键性的问题 而他本人就是还没有放弃要参选 要参选2020总统大选 所以你现在讲如果说 哎 是不是蓬佩奥啊 这个彭斯啊 或者是这个 哇 克鲁兹哪一个人会取代川普成员2020 总统候选 被川普知道的话大家很不高兴 他认为他就是唯一的人选嘛 他不但可以操控这个共和党继续四年 而且2020年他是共和党唯一的啊 可能的啊 必然的一个人选啊 所以他现在是完全没有放弃 而且他是呃 是准备利用2024年重新啊 东山再起啊 创造政治奇迹来扳回这次失去了面子啊 来赢回他对于这个美国啊 以及共和党这个全盘的操控的权力啊 所以这个首先那个川普他还是不甘心 也不死心啊 那么我们想如果川普啊 这个继续不放手的话 他当然会面对新的挑战者啊 那共和党的权力究竟落在谁的手中啊 那么首先已经跟他挑战了 参议院的共和党多数党的领袖啊 啊麦康 麦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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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人啊 这个非常非常老练的政治高手啊 你可以看出他对于是跟川普的过招啊 过招就表现出他的这个姜是老的辣 那一面呢 那么他虽然没有去挑战这个川普 这个呃 呃 呃 对于这个所谓的这个争取啊 呃 呃 所谓呃 翻案的一种这种 呃 呃 各州确定的选举结果 那么这个就是 一个在政治人物进退有节 他知道这个时候在凹下去 是不会有所得 而且必然 会被民众啊 至少一半以上民众 所这个啊 激贫啊 激笑啊 这个痛恨 所以他在这个时候 他觉得要控制 这个啊 这个啊 损失了嘛 啊 要控制这个停损了嘛 啊 要停损 所以他就发表这个声明 同时他也是跟 言外之意 就是跟啊 啊 这个川普竞争 共和党的 这种决策权啊 竞争 他们在共和党的影响力啊 一定啊 不是你川普说了算 我 也是 这个有发言权 我也是可以影响国会的啊 你将来不要想企图来燃止 国会啊 特别是参议院 你不要想再来操控 我 就是参议院我做主的人 我就是在这里做主的啊 而且这个未来整个共和党运作 我就是共和党啊 最高的啊 有权势最大最高的领导人啊 你川普呢 给我靠边站啊 言外之意 那玄外之音就是这样子吧 而且呢 他这个人呢 他在这个 这个啊 川普啊 非常啊 不高兴的就是说 哎 这个你怎么不支持我啊 这个啊 所谓苏困难啊 要求两 每个人发放两千元的决策 那他 也没有去说你川普不对 他说哎 我们把啊 两三件事情一起交互表决啊 因为交互表决 结果一定川普过不了关啊 啊 那么所以说这个 他是政治老手啊 所以他不会轻易的 这个就接受啊 一个败选总统啊 来继续掌控共和党 他不会接受 他已经跟他挑战啊 那么这是在共和党的这个权力啊 这一个生态上面啊 川普无法垄断啊 通吃啊 毕竟有一个啊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啊 在这个跟你这个抗衡 那么除非说哎 参议院啊 共和党这个 这个多数啊 丧失了 变成民主党多数 那共和党的这个参议员的决策的分量会下降啊 那个就是少数党领袖了 而不是多数党领袖 那么他的政治分量当然会下降 而至于你讲到几个 未来美国这个 共和党啊 这个总统候选人可能的人选啊 那么当然既然都是言之过早啊 这些当然是 目前看是比较可能的人选 但是你不能否认啊 四年这个 会有很大的变化啊 有人说不是政治 就是一天都嫌太久啊 也就随时在变化当中 比如说2016年谁有谁可以想到啊 被冒出一个川普啊 成为共和党的候选人 而且居然打败了民主党啊 这个谁都想不到的嘛 啊 所以现在我们讲未来四年 这个共和党可能的 谁会出现 现在都言之过早 但是你刚刚讲的四个人啊 目前来讲 他们条件都够 去问鼎啊 总统候选人啊 他们是条件都够啊 你讲副总统啊 这个彭斯他当过众议员 也当过州长啊 现在当然 呃四年副总统当然够资格了啊 那龐贝奥 那么他是这个呃 当过众议员啊 当过中央情报局局长 当过这个国务卿 他当然也也够资格 那么克鲁兹啊 克鲁兹他这个人啊 他也是呃 可以说能力非常高强的 一个政治人物啊 那么他这个担任参议员 也有非常突出的表现啊 而2016年挑战这个呃 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资格 他也是呃 让人对他的印象深刻 那么现在他又利用这个 川普这个呃 选举的事情啊 他好像担纲 共和党的激进派啊 那么他也是查党出身的 查党出身 所以抓这个共和党的极端派啊 他是这个有有他的本事啊 当然也有他的过去的这个奄缘啊 嗯 所以这个克鲁兹 当然是这个呃 一个可能的人选啊 嗯 那么另外那个古巴后裔啊 你讲那个 鲁贝奥 啊 佛罗里达他是古巴的后裔嘛 对 那当然也有条件啊 啊参与这个总统的这个 这个候选人资格的 呃 一个竞争嘛 所以这四个人啊 这个都有可能 各个有希望啊 啊 人人无把握啊 嗯 我想他们啊 主委的情况对他们不利 我说他们啊 不会放弃啊 啊 这个智慧啊 那么看他们未来四年的造化吧 你刚才提到这个共和党现在已经川普化了 不过这一次像比方说民间的这个参中议院来追认选举人团 共和党里面就出现内讧啊 有些人支持川普 有些人并不支持川普 呃 希望能够尊重美国的民主制度跟选举结果 所以共和党不必要的不避免也陷入了所谓一些类似纷争啊 如果我们怎么看共和党的川普化 也就是说未来是不是希望能够在党内共和党里面出现的人 他必须要有川普的那种人格特质 或者必须要有川普那些拥护者跟川粉来支持 他才能可能出现 会不会 呃 如之前我们讨论过的这个川普另一个党 或是说川普会主导未来共和党的走向 会导致其他人像麦康纳尔跟他政治理念不合的人 会渐行渐远 有没有可能造成这种分裂局面 呃 分争是一定有的啊 分裂是不容易啊 嗯 因为这个共和党是 品牌啊 是个很强的品牌啊 你如果这个共和党呢 离开了共和党另立门户 你失去了这个共和党的这个招牌啊 那么你不只是啊 啊 这个啊 一个啊 没有招牌的人啊 同时你也会失去共和党 他这个庞大的这个支持群众啊 嗯 所以要另立门户是不容易啊 那么当然现在川普有条件啊 呃 呃成成为这个呃 呃 另立门户之后 还有这个资源还有作为的一个人 他是呃 呃绝无仅有的了 但是呢 我们在想 如果四年前 这个 啊 川普呢 他没有被共和党提名 他什么一个独立候选人的话 他也是毫无机会啊 毫无机会 所以还是要利用共和党的招牌 啊 还是要去享用共和党的资源 还是要去这个争取共和党啊 啊 既有了支持者的支持啊 对这个来讲 要另立门户啊 啊 搞分裂啊 只会把自己做小 而没办法把自己做大啊 只为这个党已经脆弱不堪了 啊 其实共和党这次总统大选啊 啊 众议员选举 参议员选举啊 都是呃 有非常亮丽的成绩啊 至少比大家所原先的预期要好啊 呃这个所以共和党还是一个强而有力的 一个政党啊 所以我想共和党的人啊 无论是川普或者其他任何人啊 都不会这个啊 这个丢开 这个啊 一百多年的大党 然后自己另立门户 应该都不至于啊 那么他们只会在共和党里头 争取更大的一个影响力 争取更大的一个主导权啊 那么这个是啊 川普他不会放弃的啊 嗯 川普的这个未来的命运啊 呃 我是不看好啊 啊他这个 这个我们讲首先讲人走茶凉啊 啊人走茶凉啊 啊 今天是居总统大位 所以他可以对共和党啊 有相当大的操控能力 一旦他离开了这个白宫 那么他啊就是 只是只能做做个人秀啊 个人秀啊 没办法利用总统的职位去操控政策 去影响资源的分配啊 啊他只是个人秀 那么个人秀呢 就是说哎 或者他在电视节目啦 或者他不断用他的推特啦 或者将来被帮谁站台啦 啊这是谁啊哪一个人啊 为候选人呢 这个他会保有一定的影响力啊 嗯 那么但是呢要继续操控共和党 我想他是不至于 可以长期维系他的这个能量啊 因为他离开的总统大位 他所能够拥有的这个资源 和这个地位就大大的不同了啊 而且必然有共和党很多人 不可能跟他挑战啊 不可能让他独揽大权嘛 那共和党他这个党啊 这个目前也是群雄并起啊 群雄并起 那么在这个川普之后 也并不可能定于一尊啊 这共和党还是会进入到一个 多元竞争的一个局面 那么未来究竟谁能够控制这个党啊 或者四年之后 谁能够胜出成为共和党的 这个总统候选人啊 我想现在要预测还是言之过早 我们只能确定的就是说 共和党进入后川普时代啊 应该是叫做进入一个多元啊 这个分立这样的一个时代 嗯 这个相较于共和党的所谓分立多元 跟后川普时代啊 其实拜登还没上台 那拜登上台之后 其实面临着很多问题啊 包括美国内政 美国的外交 不过从拜登现在任命的这些 所谓的后任的这些阁源啊 其实很多看得出来多主义 多元化是他的这个重点 但是很多有欧巴马的色彩啊 那我们这个你怎么样看啊 都谈了很多这个共和党 你怎么样看民主党 当然贺锦丽像很安静啊 我想他说不定有了高人指点 认为他必须要沉浅 必须要低调 尤其这个拜登的很多健康因素啊 让大家一直在讨论当中啊 很多人其实也蛮担心害怕 去看到万一啊 拜登这四年当中 有任何比较健康上面亮起红灯 这个贺锦丽这个贸然出头的 这种所谓的可能性啊 这个相信不管是共和党 或是美国民主党 其实民主党里面有很多人很担忧啊 你你怎么样看待民主党的 你的未来 民主党的麻烦比共和党还大啊 因为民主党里头的这个 所谓建制派啊 温和派跟这个激进派之间的对立啊 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的啊 那么特别是最近几年 这个民主党呢 激进化的趋势是非常的鲜明的啊 那么也出现了很多 那么比较极端化的政治人物 而他们的党内的这个 呃分量啊啊 发言权啊 影响力是越来越大啊 所以共和党 有共和党的一个呃 所谓极端化跟这个传统温和派之间的这个矛盾 那民主党这方面的矛盾是更加尖锐啊 所以这个拜登 现在他这个组织他的未来的这个行政团队啊 那基本上是两个重心 一个呢就是建制派复辟啊 他所任用的主要的国员啊 都是所谓传统的建制派 所以建制派复辟啊 这个他要回顾到传统的美国政治 另外方面他大搞就身份政治啊 这黑人啊 这个有色人种啊 这个甚至印第安的后裔啊 他都都坚固了 所以铺排的很完整啊 这各色人种啊 各种这个出生背景的他都坚固啊 所以他是大玩这个身份政治 那么但是呢 他整个的路线 他还是建制派路线 也就他走民主党温和派的路线 这民主党温和派路线 是从啊 这个欧巴马时代就已经啊 所谓走得很稳的一条路线 但是呢 现在在党内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 没错 那民主党究竟是应该激进化好 还是保持温和状态好 那么这是非常大的一个 截然不同路线的一个分歧了啊 那么现在这个民主党 其实也受到很多民众的这个 不满啊 主要是几个方面 第一个民主党建制派啊 或者是精英意识太强啊 民主党都是在体制内啊 这精英啊 他是一个走建制的路线 甚至跟美国各种利益团体挂钩挂的太深 所以民主党 他第一个受人要质疑的地方 就是他的这个建制的啊 精英的色彩太浓 那么第二个呢 民主党已经脱离了传统的啊 所谓的中下阶级劳工阶级啊 的一个啊 政策利益的辩护者 这样的一个身份啊 特别是在全球化之后 美国的众多的劳工啊 或者美国众多的中下阶级 是承受了非常大的一个损害啊 因为美国的各种啊 这个资本啊 制造业外移制造业空洞化 工业空洞化 那么所造成的问题呢 民主党啊 他并没有去正 正视这个问题 没有提出好的对策 所以川普这些人有机可乘啊 去满足这些人的那种 怨恨的心理啊 不切实际的这个政见来扑隆他们 什么啊 创造500万个就业机会啊 其实根本就是啊 这个骗人的啊 但是呢 共同党居然可以把这个 传统的民主党选票啊 选民的骗走啊 这也算是民主党的一个师子啊 因为当然民主党 他这个 基本上已经脱离阶级政治 是大搞身份政治啊 大搞身份政治呢 就是憧憬的各方面弱势者 这各方面弱势者啊 对于美国来讲 固然是一个 所谓进步价值啊 或者这个 政治正确的一个强化 但是呢 对于美国的一个传统的 白人为主导的社会 过得很大挑战啊 很多这个传统的这个白人 他无法接受哎 你们这个太进步的思想啊 或者他觉得他啊 为了迎合你们政治正确 他变成不能表现真我啊 他自我是被压抑的啊 所以他尊严是严重受损的 而且对于未来美国的发展 充满了恐惧感啊 觉得美国将来变成这个啊 少数民族啊 这个掌控或者是这个 弱势者操盘操控的社会 那传统的白人优势将 一去不复反啊 白人优势一去不复反 那么这些都是对于美国社会 构增非常大的一个啊 所谓价值观的一个挑战啊 这是目前民主党还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么另一方面美国的这个这个啊 民主党许多的政治人物激进化的发展 也让美国很多人啊 他非常的啊啊 猜疑啊 这猜疑就是说哎 你会不会啊啊 这个对美国既有的政治秩序 还是社会秩序过程太大破坏 或者你在利益的分配上面 会不会太啊 这个排斥或者太啊 这个出卖我们传统的这个啊 啊既得利益者或者我们中产阶级 我们这些白人呢啊 啊这个也是啊很大的挑战 或者说你这个过度的激进化 是不是为了美国有走上社会主义 道路的可能性呢 哎这也是目前美国很多的这个 啊这个所谓既得利益者 或者传统的美国民众啊 他的一个对民主党走向一个高度的疑虑啊 所以这个啊 这种种的问题来讲 民主党的这个面对问题啊 绝对不比共和党小 没有错啊 这个总统大选虽然赢了 但是好像民主党的这个 未来面对的问题 以及党内的问题 其实也不小啊 我们有网友啊 在我们留言板上留言 提到这个很多 现在在社群媒体上面的一些视频啊 有关于选举选票的所谓的正位啊 那总统选举输了 参众两院的议员 比方说共和党的这个选情选的比较好 并不代表他总统一定要选好 因为这是很简单的事情 选民基本上是有分裂投票的可能性啊 他总统选举可以选择他所喜欢的 但是参众议员他可以选择他跟他辖区里面 他认为比较理念和解 或是说服务上面比较好 这是我们之前都讨论过了 另外又有人讲说 这个选举在乔治亚州选举这个 从雄务人员从桌子底下拿出选票来清点了这个视频 其实这种视频我们不在场 我们不知道到底这个事情是什么一回事 不过很简单啊 因为这一次美国总统大选 为什么会那么纷争 这是因为美国是一个分权的国家 各州负责自己的州屋里面的选物啊 那每个选物都不太一样 尤其有当天投票的 有提前投票的 有通讯投票的 不在一起投票的 各式各样都有 那每一周呢 对怎么样开票的程序 次序也都不太一样 有些周比方说光投票时间也不一样 像纽约我们纽约市 从早上六点钟可以投到 一直投到晚上九点钟 那事实上很多周八点的开始投 下五点六点就截止了 所以说就在某些程度来看 你认为会干扰选情 或是影响选情的 在美国好像感觉都不会 因为如果说 比方说我在纽约我九点之前 还有投票 但是别的周已经六点七点 就开始开票了 那开票的疾股 会影响到纽约州的这个选情 这是必然的 但是在美国是容许这样的 他的精神就是这样的 那另外你讲开票 很多人会想说 那个选票为了什么桌子里 拿出来是不是有问题 因为我在现场 但是我可以想象一种情境 就是说因为每个周规定 他每天开票的时间 在停止投票之后 开票的程序是不一样 有些周有些是 他规定你说今天来投票的 我们一旦截止九点之后 我们先开这个 然后再来开这个提前投票 然后再开通议投票 或者是说通讯投票拿出来 这个投票或是其他的选票 或是其他的选票 或是其他的选票 或是不代理投票 但是有些周规定 只要投票结束之后 我们先开这个 之前那个通讯投票 再开之前这个提前投票 然后再开今天投票 所以每个周 每个周不一样 那种情形很有可能 是比方说已经开完了部分 把之前的大家分配 选务主管分配给选务人员 所谓的提前投票 或者是说通讯投票拿出来 拿出来统计 所以你不能够 因为视频这样显现 或是有人就是 呃 故意 故意去去编造这个故事说 那个从桌底下的选 选贵 票贵可能都是做票的 这样讲也太武断了 所以是很难去界定 我不晓得这个董事长 你对很多美国的选务啊 这种情形 在台湾也当过中央选务 选务的这个委员啊 这个美国各州的这种选务 分不同点 这个独立性 是不是也是让很多选民 那因为现在社群 社群媒体又那么发达 这边放个30秒 那边放个三分钟 一分钟 也没有解释为什么 那就会让民众很多 产生很多那个 misleading 误导民众说认为这是有问题的 我们怎么样 以后怎么样避免 你觉得美国 现在这个很多的这个 包括视频呢 包括传说啊 都是没有经过查证啊 那么其实就是说 哎 你看到这个各种什么画面啊 或者各种 人家这个传递的讯息啊 必须经过检验啊 这个唯一能够检验的就是说 他这个司法机关啊 所以这个川普到处去告告了61个案子啊 这个是表面上看起来 是他让美国选举的这个公正性或者是 呃呃 纯净啊 就受到挑战 其实法院拒绝受理或者判他的是这个败诉 就是去反过来去证明美国的选物啊 是干净的啊 是没有系统性舞弊的 这反而是好 因为法院啊 这个啊 或者检察官他他有权利啊 去做啊 这个调查嘛 去查证这事情的真伪啊 那么一般啊 网络上传来传去呢 或者是这个 呃好像看起来啊 确实是可以相信的啊 一些这个什么啊 好像是舞弊的行为 那么其实如果了解真相 就应该知道那可能真的是不是啊 而且现在很 呃造假的技术很强嘛 啊 那么现在美国的这个AI可以啊 让欧巴马演讲十分钟啊 全部这个内容呢是编造的 但是呢可以对嘴啊 他过去某一个某一个时候某一次演讲啊 可以对嘴推得准整齐齐啊 完全的吻合啊 那么这个这个东西你啊 谁看如果相信那是欧巴马讲的啊啊 声音也一样啊 这个啊对嘴也是完全一致啊 这个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了嘛 所以就是说眼见为信啊 这句话都不可靠了啊 以前我们说眼见为信啊啊 你看到亲眼看到哎 那就可以相信 但现在来讲是完全啊不能相信啊啊 要经过调查 要经过查证 要经过检查啊 你才能把你听到的看到的啊 做一个判断 所以那是不是真实的可信啊 所以我相信这个美国多数的民众啊 也经过了这样的一个网络时代的洗礼之后 应该会有这种警觉嘛 不会轻易的去相信他所看到那些画面 或者人家制造的消息啊 那么当然现在现在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说 哎是不是这个同分层传播很严重啊 这个大家这个嗜好或者立场观点 啊或者一致的或者感情比较亲近人 不断的啊过程各种不同的这种啊 社交啊的网络啊 所以这个传来传去的讯息呢 啊大家就啊信以为真啊 而且是啊不去接触别的系统啊 别的网络啊的讯息跟观点 而成为一个啊我们说这个 这个像这个残屍啊的这个啊 减防效应啊在减防里面 不断的铺陈啊自己自我生产啊 这个讯息自我这个制造啊这个 而且自我强化既有的观点嘛 这都是大家去提防啊 否则的话可能会被误导 陈总你讲的这个AI技术啊 加上这个网际网络啊 以及社群媒体啊我想以后 影响选举的这种影响力可能会更大啊 那在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下马云啊 这两天昨天啊这两天 几乎所有的媒体的美国媒体 西方媒体都在探讨 包括法国英国美国 当然时代杂志也写了一篇马云在哪里啊 大家都在找马云 好像忽然间从十月底 这个陆家嘴的谈话之后 好像马云忽然间从人间蒸发两个半月 那可想而知马云或者是不管阿里巴巴 或者马云金服现在应该跟中国北京的这种政管监管这种 还中央行这种联合小组的在谈判在协商 到底马云金服要怎么样切割 要怎么样来服从所谓的这种 这个中共新的这个反弄断法的这种调查 这个董事长你怎么样看待这个目前西方媒体 忽然间短时间这两天又在关注 那因为昨天这个美股开市啊 在新年之后第一天开盘 这个阿里巴巴的股价持续往下跌啊 那当然跌幅并没有想象 大家想象那么那么重啊 那不过也有多少程度反映 国际间的这种投资界的这种担心 那阿里巴巴现在也在国际间很多的 投资经理人都是很大的一个选项 那很多人当然也不愿意 因为这种政治性的干扰的问题 来影响很多投资人的权益啊 那到底马云在哪里大家都在找啊 媒体都在找马云在哪里 我们也不知道马云在哪里 有人说马云现在还在国内啊 当然有人讲说马云早已经出来啊 在事情发生之后 10月24号路加水谈话之后 他人又已经出来在纽约 但是我们都没有证据 董事长你怎么样看待这个 到底蚂蚁金服要怎么样来割让切割 才能够让蚂蚁金服能够继续生存下去 让阿里巴巴的这个损害能够降到最低了 马云这次事情可以说是个历史性的一个大事情 我们之所以说是历史性的大事 就是说这不仅是马云个人他的职业 他的事业发展生涯非常重大的一个转变的一个事情 同时也是中共他对于网路事业这个垄断性发展的一个政策性的一个调整 也就是说他在反垄断或者防止企业资本做无序扩张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行动 另外一方面也是对于金融监控采取一个重大行动的一次的这个作为了 那么中国大陆现在的金融事业的发展 那么可以说是这个非常的不规范 这不规范表现在马云蚂蚁集团的身上 就是说他这个金融科技公司实际上也是一个金融机构 而金融机构他的风险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管控不好就会像核子弹爆发一样 那么让大家承受不起像美国的2008年金融风暴 就是金融监控松懈所造成的问题 那么所以这个这次的事情可以说是三个层面 第一个马云他个人的层面 他个人事业的搞得太大 而且不只是这个网络事业 网络事业又不只是这个这个销售 产品销售 他更大的是一个金融 他事业搞得这个太大太大 那么第二个他又掌控了二十几家的媒体 那么在这个媒体里头他是对于中共的话语权 有所侵犯 比如说他讲这个现在我们这个金融管控 还是停留在这个档铺 档铺这个思想里头 我们没有这个系统性风险 我们只有这个风态生态风险 就是金融生态 这个不能够顺着网络是在调整 比如说这个言论 那么等于是抢夺了中共的官方的话语权 这第一个层次 马云个人的层次 那么第二个层次是企业垄断的问题 企业垄断的问题 中国大陆其实这个几个网络事业体 都大得不得了 大得不得了 甚至比美国这几个网络事业体还要大 那么这个事业体那么大呢 是一个造成一个垄断的局面 那么也造成大到不能倒 好像中共已经管不动 或者不能碰 这个来讲 或者影响到企业的创新 或者影响到新兴这个产业的兴起 这个就是垄断所造成的问题 所以中共过去呢 对于垄断 他本来以为国营企业垄断是理所当然的 民营企业这个垄断我们管不上 虽然有法但是不去执行 那么现在他逐渐的重视到这个民营企业 特别是网络企业的这个做大已经造成了很多的问题 所以他第二层是要去管束所谓企业垄断或者是事业体庞大的问题 那么第三个层次就是我刚刚讲到金融监控的问题 因为今天网络事业的一个科技技术和经营模式的发展 已经挑战了传统的金融机构 而传统的金融机构 它在种种的竞争力上面是下降的 但是呢 如果以金融监控来讲 传统金融事业是被管得服服帖帖的 比较风险是比较小的 但是呢 网络科技所造成的新的金融事业体 是难以管束的 甚至是这个壮大到 你根本无边无际 不知道从何去管理 已经到这个程度了吗 所以这个金融监控 必须能够从传统金融事业的监控 发展到对于网络科技造成的新兴金融事业 也有监管能力 这是一个新的挑战 当然 这个网络科技所造成的金融科技的发展 是不是会让官方失去管束的能力 而必须用新的规范来约束 这新的网络科技带来的金融 这科技的发展 这个也是一个新的挑战 所以这三个层面是当前 中共官方他所要去处理的问题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是一个历史性的一个重大事件 对未来影响很深 不仅影响马云个人的这个事业的生涯 他未来的命运 也会影响到网络科技公司 也会影响到金融事业 这三方面的影响都是 目前是开了一个端 会往什么方向发展 目前还很难以断定 所以显然他的这个马云的 这个网络金融帝国 这个已经庞道 或是说威胁到整个中共政权 让习近平都感到有威胁性 尤其这个马云在中国人心目中 一般人的地位 透过他的这个阿里巴巴这种电商 跨足到这个金融行业 有没有可能这个 持续保留这个支付宝 那另外信贷保险这些 有关于什么网络金融的地方 全部被被拿掉 或者说另外成立一家公司 由由中国来强力的监管他 有没有可能这种可能性 目前看比较大的可能性 就是由国营企业来入股 国营企业 传统的这个金融事业体 这个从这个保险公司 或者银行 来这个跟你合资经营 合资经营就是说 一方面是监控你 第二个方面 这个国营事业比较大的这个实力 做后盾 也许可以对金融这个风险 能够相当程度避免 所以很可能就是说 用入股的方式 或者是这个核主 新的公司来经营 那么这样也可以带动 这个传统的金融事业的一个转型 跟进步嘛 那么这两个新旧结合 对新的有一种约束作用 对旧的呢 又有一个更新的作用 那么所以是合则两立 所以我想这个应该是 比较可能的方向 就是说这个 用这个入股或者合营的方式 来这个管束所谓科技 产业所造成的这个新的科技 金融事业 这是比较可能的一种 未来的决策的方向 不过以前呢 大家想到这个安邦保险 这个吴小薇因为也是很庞大 到后来入狱18年 这样前一阵子的房地产大 和任志强 当然也是因为政治言论 也是被判刑18年 现在感觉好像18年 非常的这个敏感的一个数字 不过马云这个好像这是 是北京当局提到了这个 所谓反总动员法 是针对马蚁金服 也并没有牵涉到马云嘛 所以马云现在的刻意低调 是自己配合是自己处理的 还是配合这个北京的要求 或者是说他自己知道 他自己会有会有麻烦 所以现在尝一下 可能性 拿着可能性比较多 这个马云当然是没有政治问题 也没有什么贪固问题 他是民营企业的人 应该也没有什么贿赂问题 我今天看了一个新闻 中国大陆有一个 有一个人接受贿赂被判死刑 判死刑 这很严厉的 马云不牵涉到刑案 也不牵涉到政治整数的问题 他应该现在来讲是一个 事业的经营上面 是不是有违规 或者是必须加入新的规范 那么这样的一个处理问题的阶段 我们讲现在他不是一个个人被处理 而是他的事业的性质 或事业的经营 是被官方处理的一个阶段 在这个处理的阶段 也许就是说他被要求不能对外发言 因为他如果有任何对外的公开活动 他就必然会被国内外的媒体去询问 他可能是现在讲什么都不对 或者是怕讲错了对自己过程不利的影响 所以他应该是在官方的要求 以及个人的自我约束之下 他这个暂时从公众的视野避开 不参与任何公众的活动 也许他是要躲过这一段敏感时期 避过风头 同时也不要这个讲自己想讲 但是令官方难堪的话 什么是金融监控充满的当铺思想 比如说这样的这一段话 那么如果他再讲这个话 可能会更加激怒官方 对自己更加的不利 所以应该是在官方的要求 以及个人的自我节制之下 而暂时避开公众的视野 不参加公开活动 那么至于人身安全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看看吧 果然说不定这个过年前 这个马赢突然会出现 因为媒体不然间莫名其妙的关心 马赢到底在哪里 当然很多人担心他 不过最后620时间 谈论全球疫情 这个新冠病毒疫情到现在 将近一年的时间 那英国出现了变种 那这个变种已经 连我们美国都有了 那这个全球好像又感觉上 第二波这种变种疫情 让大家很担心 但全球像各国大部分都在施打疫苗 现在变成一个疫苗竞赛 不过疫苗也很难取得 像美国现在整个施打的过程 也并不是如CDC所预期的 那么样的顺畅 所以这个未来疫苗 能不能够顺利施打 都是一个问题 不过英国这个变种 让英国现在实施第三度的 整个英格兰的封尘 那之前德国法国 也曾经封尘过 像日本 像亚洲的日本 也要实施第二度的这个封尘 那台湾 台湾现在好像疫情一直是 从去年到现在 一直是全世界的模范生 这个全球媒体很多报道 也很多的这种 所谓的赞扬之声 不过纽约时报 这两天的一篇报道 倒是引起大家的注意 它的主要主要一点是说 台湾这种民主体制 民主国家 在这一次的这个疫情当中 采取的比较 所谓的中央集权的方式 来处理这些疫情 但是这样的疫情 这样的索活 这样的阻挡 所谓的这些疫情在外 这种做法 到底能够持续多久 这是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 来引起很多人的讨论 董事长 最近刚刚有回台湾一趟 你怎么样看待 纽约时报这篇文章 提到了台湾的疫情 到这个防疫 这种成功 让感觉上在台湾 连我们都非常羡慕 好像是一个平行事件 在纽约 在伦敦 在日本 我们都没办法做到 然后在台湾 大家还生活如常 你怎么样看待 这台湾这个疫情 能够控制住 最重要原因就是 他是很早很早 就在国境的管理上面 采取最严格的措施 当然这个是因为民进党执政 当时爆发这个疫情 是中国大陆开始的 所以呢 他是这个可以毫不顾虑 毫无顾虑的 毫不这个 这个犹豫 毫无保留的 去避锁中国大陆 跟台湾之间的这个 人员的流动 那么这个就是他掌握的先机 而且做的非常彻底 那么这个就避免 这个疫情造成一种社区的感染 而且这个感染的这个传播链 无法断根 那么像韩国 新加坡 日本 那么一开始 并没有那么严厉的国境的管理 所以这个社区感染产生之后 一直断不了根 这个断不了根 就会产生什么问题 就是春风一吹 又已经又在这个萌芽了 这个就是传播的更快 但是现在香港也是这个问题 一个国境的管理不够彻底 那么管理彻底呢 就要牺牲很多 特别是这个商务人士的流动 这个必须彻底的这个管制之后 那么才能够完成一个严密的国境的管理 像日本呢 他就一直保留的这个某些国家 跟他的商务人士的流动 那么像香港一直保留这个船员 因为香港是这个国际性的大港 一直保留这个豁免权的人 拥有豁免权的人比较多嘛 所以他的疫情控制不住 也就是他不愿意国境管理过度严格 而牺牲掉这个经济上的一个人员的流动 那么当然是结果呢 反而也因为管制的不够严 让这个疫情呢 一再的这个升高造成经济的生产活动 或者跨国的这个空运航运人员流动 受到很大的影响 那么这个就最后呢 就是哪一个是得到比较多 实际比较多 就很难算了 很难算了 但是呢目前来讲 目前来讲 尤其从英国这个病毒变种造成 它的传染力扩张提升 百分之七百分之七十以上以后 那么大家就看出这个 严密的国境管理是确实是必要的 所以现在各国不见的 原来管理不那么密 严密的现在非常严密了 那么越是管理不严密的国家 它的这个证明 它的疫情的控制就更加的困难 你比如说现在美国当然是这个 疫情不断的升高 就难以控制 那么其实美国人呢 对于墨西哥也造成很大的影响 因为美国很多人他要逃避 被这个什么居家检疫啊 或者是封城啊 他就跑到墨西哥去啊 其实有几十万的美国人 过去半年间 几十万的美国人跑到墨西哥去 造成墨西哥的疫情的扩张啊 无论是墨西哥这个大城市 或者他海海边啊 都有很多美国人在活动 造成墨西哥 因为边境的管理不够严厉啊 不够严厉 所以造成这个疫情上失控 被美国这个传染 那么所以这个边境的管理是最根本的 那么但是边境的管理啊 这个严格来讲啊 嗯 措施各国是不同的啊 比如说我从香港回台湾 从台湾回香港就可以发现了 那么香港其实最严格 像我 我们从台湾进入香港啊 从机场呢 一定经过将近十道关卡 一下检查那个一下发发送什么东西啊 一下这个呃呃 跟你询问 差不多经过十道关卡 然后呢啊 你要去这个呃 做深层口水的检测啊 这个啊 来接你或者是啊 你自己开车或者搭公共运输啊 公共交流系统 你才可以离开机场 绝对啊 说公共是说 他指定的计程车啊 不能搭这个捷运 也不能搭巴士啊 都不能搭指定的进行车 这是啊 叫防疫专车啊 啊 台湾只能搭这个啊 很严格 但香港呢 哎 前面很严格 但是离开机场 可以坐巴士 可以坐 哎 捷运系统就离开了 这中间是不是产生大漏洞呢 哎 像我我经过七个小时 从香港机场折腾七个小时出来 哎 我看怎么出来的人都忘了 那个什么 呃 去搭这个 快 快 那机场捷运或者搭公共巴士呢 我就问他机场呢 说哎 可以搭巴士吗 他可以的 往这边走 还教我往哪边走啦 那台湾是严格检查的 不准搭 大众交通系统 所以你说香港是不是该沿的地方 不该那么沿的 他特别沿的 比如说经过十个关卡 才能离开机场 可是该沿的地方 他就不够沿 造成漏洞 你在机场这个出来之后 可以搭公共交通系统回家 这个就是一个宽延 是能够有一贯性的问题 当然现在台湾也比以前更严格了 比如说你 你要回家 像大陆根本管自己不能回家 你一定在这个指定的检疫的这个旅馆住所 你不能回家 你要14天以后 而且检查三次 没事你才可以回家 而且有的还加7天 那么台湾呢 以前怎么样呢 你回到家 你就自己 自己 自己 不能离开家里 就好了 在香港呢 你出 你的检 14天满旗之前 2天 你要把你的这个 深层口水 这个土在一个一个 市馆里头 然后用快递 寄到这个政府指定的检疫处所 确定你没有这个感染 你才可以14天之后 你才可以出来 台湾没有啊 不需要经过这个手续啊 当然现在台湾就加上 哎 你要一人一户啊 你一个人啊 回家可以 如果你家里还有别的人 你就不能回家 你就必须去检疫的场所啊 那这个 这个香港又 这方面又没那么严格了啊 中国道路上是更严格 一定全部都是检疫的场所啊 所以这个各国啊 这个中间的差别是非常的大 非常大 包括我刚刚讲 中港台差别就有那么大啊 啊 啊 那至于台湾可不可以 继续啊 保持这个状良好的这个管控啊 应该是可以 但是台湾有个非常大的漏洞 那么这个漏洞 就检测能力不足啊 香港的检测能力很强啊 甚至美国检测能力也 也检测 每天检测量也可以很大 所以他可以不断的发现各种确诊的人啊 啊 那台湾这方面能力比较不足啊 所以检测的范围比较小 所以现在常常有人说 是输出性的病毒啊 所以有些人在台湾 没有发现 可是到了上海啊 或者到了日本啊 被发现 你是这个有感染了 可是在你的国家并没有被检测出来啊 所以很多人也不相信台湾的这个检测的这个啊 也要严厉的程度啊 至少他觉得你的这个检测的范围太有限了啊 所以你的确诊人数还是非常低啊 所以这个是台湾的一个 比较弱点 或者说比较 我们说短板 这个短板不能克服的话 将来还是会出大问题 这个所谓各国的防疫 这个因疫情不同而又不同 不过百密总会有一书 这到底目前怎么样 不过我们刚过完年 包括纽约前一阵子的点灯 圣诞树点灯 还有这个时代广场的 这个时报广场的这个倒入计时 都没有取消 就被你改成线上的这种观赏 所以当然确实是改变很多 我们看到这个亚洲 确实是比较自由一点 包括中国的武汉 包括台北 包括这个香港 都比较感觉出来 比较自由 比较开放一点 比较正常一点 当然这个未来疫情 疫苗的施打的开展的多一点 应该是不是会让全球 比较早一点回归到正常 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 不过我们像美国拜登 拜登已经提到了 1月20号之后 到底这个 他可能会采取比较严格的 一种所谓的管控措施 会强力要求 大家都戴口罩 保持这个社交距离 还勤洗手 我想这唯一我们能够做 就是这样子 还有尽数的大范围的 施打疫苗 谢谢董事长 谢谢 谢谢这个提供 不晓得导播 我们今天刚才看到有观众举手 但是可能是不是已经下线了 目前还有没有观众 在聊电视里面 没有 OK 我们这个谢谢观众 不晓得有没有 如果有的话 你现在打电话 今天还来得及 如果没有 因为现在亚洲时间 香港时间也是接近5夜 我们这个谢谢 谢谢您 谢谢董事长 谢谢 谢谢 我们谢谢所有民进观众 我们今天讨论了五个议题 希望你们都喜欢 最重要就是今天晚上 乔治亚州联邦参议员的选举 选举结果 到底是共和党继续在保持参议院的多数 还是由民主党挑战成功 那另外就是明天1月6号 美国参众两院要来决认选举人传的选举结果 这是大家所关切的 我们会继续保持关注来讨论 谢谢董事长 晚安 谢谢 谢谢 晚安 谢谢 谢谢所有观众 我们今天大新闻呢 就到此告一段落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